请稍等 请稍等 今天是面试我将来的合伙人 一个懂年轻人 能解决年轻人问题的 年轻人合伙人 你觉得你是吗 卧老师 其实我们年 好 第一个问题 你可以擦 你想知道 你可以擦 你可以擦 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种网络流行语 用意表达无语言表的情绪 比如 您现在这种无语 不要抢答好吧 下一个你知道冰冰 冰冰杨冰冰面 还是美女主持人 我猜你要问的是 你闭嘴 下一个 都认识吗 吻叫醬姑 表号田地人 给你一分钟 负二分之十五 负二分之一 这是我助理贴在墙上的 摩斯密码 什么意思 东菲德米特罗 禁止托尾罗老师零食 顺便说一句 您百次拿反 来 四百五十六大考 建议您少吃或者不吃 您四十八岁 身高一米七八 睡眠不规律体重超标 建议每年都要体检 日常注意控制血糖指数 还有多运动 不爱运动 那可以尝试一下 生酮饮食 需要食谱吗 不是我建议的 AI建议 你对女朋友也这样吗 人家不舒服了 就知道去查什么AI 还不如想多喝点热水呢 喝热水没错 它可以促进 激起的血液循环 增强新生代谢 但AI建议我 要说点土味情况 你说两句我听听 我觉得你是世界上 第二幸福的人 哦 因为有了你 我就是全世界 第一幸福的人 我知道 应该怎么做决定了 把你手机给我 夸客智能搜索 文字搜 语音搜 相机搜 啥都能搜 还有拍照搜题 文字识别 扫卡路里 AI问诊 闪灯黑科技 陆老师 其实所有会用夸客的年轻人 都可以成为您的合伙人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为什么都用这个夸客 求解 因为 我们年轻 年轻人都在用的智能搜索 有夸客就有解 年轻人都在用的智能搜索 中文字搜索 最后一年轻人都在用的智能 最后一年轻人都在用的智能 最后一年轻人都在用的智能